明天就要進入二十四節氣當中的立夏了 這兩天各地天氣都非常的熱 高溫都達到了30度以上 還把2000公尺的武林農場 種植的台灣原生種胡桃 現在正值開花期 胡桃花呈現垂碎帳的花絮 看起來好像是清爽翠綠的抹茶涼麵一樣 另外在雲林四湖有一處私房景點 種了6萬朵的鐵砲百合 微風一吹飄散著淡淡清香 透過鏡頭就帶您過來看看這樣子的美景 翠綠色的長著好幾條高掛在樹頭上 永遠望去就好像清涼開胃的抹茶涼麵 山上涼風一吹跟著隨風搖曳 讓人看了不自覺 暑氣全消 不說你不知道 這像是清湯掛面的炒麵條 正是台灣胡桃的胡桃花 熊花開花後呈現懸掛垂碎狀的柔衣花絮 長度可達15到40公分 由於6號就是24節氣的立夏 平地高溫動輒飆到30度以上 還把2000公尺的物林農場 種植了台灣原生種胡桃 現在正值開花期 也帶給不少遊客 新奇 外家 慶良感受 5月的時候開花 到了9月 它就會結成漂亮的核桃的果實 讓人看了賞心悅目透心涼的 還有雲林四湖的這處私房景點 兩分地大的園區 種了6萬朵的鐵砲百合 順著風左右搖擺 還散發出淡淡清香 搭配旁邊一顆60年的老榕樹 茂密之夜還特別建成一個愛心形狀 相當吸睛 出貨預料的漂亮 何家都可以起來 今年百樂是從5月1號開到5月20 就在母親節的前後一個禮拜 園區主人說 因為媽媽喜歡百合 三年前買的囚禁種植 預計在母親節前後就會慢開 歡迎大家帶著媽媽 一起來上花過節 解台容元林 綜合不倒 謝謝大家 請 我們 我們